接下來有個東西 反方正 什麼叫反方正 假設A跟B 這兩個是同階的方正 我們講過方正的話 是行跟列的素料一樣 叫方正 同階的方正 它可能同為二階 同為三階 其實我們在高雲 大家要講到二階 就都講到三階而已 那以目前來講 我們都講到二階 那現在就在原理 我們講到三階的部分 假設A跟B相似 或等於B跟A相似 或等於I I的話 是指我們所謂的單位方正 所以如果A乘以B跟B乘以A 我們剛剛在證明的時候 我講過A乘以B不一定等於B乘以A 可是如果A乘以B剛好等於B乘以A的話 而且它等於I 就是等於一個單位方正的話 那這時候我們講 AB 互為反方正 就是A是B的反方正 B是A的反方正 那一般我們講A的反方正 我們用個符號來流式 那一般我們講反方正的話 中文要寫這麼多字很麻煩 所以A的反方正 我們就把它寫成 A的負以次方來表示 我們用這個符號來表示 所以了解B的反方正就是B的負以次方 把這一次A丟下去 那現在我們要介紹就是二階方方正的求法 來看一下這邊 二階方方正 所謂二階的話當然就是行列 是一樣 不是只有兩行兩列 假設二階方方正 二階方正A等於ABC就是兩列兩行 這個地方DT就是指把我的方正取行列式的指 行列式還記得吧 我把我的A的矩正我取行列式 如果這個行列式指不等於0的話 那這時候A的反方正就寫成 行列式指的導數再乘以這個方正 各位看一下這個方正的寫法 跟原來A的方正的寫法插在哪邊 注意看 斜線的部分 A跟豬剛好兩者會互相怎麼樣 就是對調 然後B跟C這個對好線的話 它通通加上成符號 符號 所以這個是你要去背的 那接下來我們簡單說明一下 為什麼它這個方正可以這樣來寫 我們說明一下 我們先假設A的反方正 既然它是反方正的話當然是二階的 我用SY跟UV來表示A的反方正 那根據反方正一個性子的話 A乘以A的反方正 我會等於 那因為現在二階所以是二階的方正 那A的矩正 我會等於二階的方正 二階的當方方正就是一零零零零零 這兩個前面兩個矩陣相成 我會等於後面這個矩陣 那你就利用矩陣相的一個意義 把前面兩個矩陣相成之後 你可以得到什麼呢 第一列成的第一行 E一成下來我們直接寫式子 我看到A4加上V1 E1所以等於多少 E 再來 AB乘以UV 可以得到什麼 AU加上VV E2等於0 第二列開始成 C數成為SY 就是CS加上V1 就等於221 221多少 0 另外一個是寫成CU加上VV 也等於多少 1 22 22等於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 這裡我找到兩個方正組 所以第一個方正組 就是第二個方正組 那我要把A的反方正找出來 是不是要把SY跟UV找出來 那再一組AB系數 這是我們A的方正 我已經知道了 所以我在這邊 我要解連結方式 兩個位置做兩個字 我就可以解出來 不過這邊 我們之前國中在做的時候 你可以用加減校區 或代入校區來做 我們在前面的單位 有講到所有的行列式的算法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用科拉馬公式來寫 注意囉 我用科拉馬公式來寫 所以我的S應該可以寫成 取二階方正的一個系數出來 就是A C B 乘 就是我DELTA的值 對不對 再取DELTA X DELTA X是把X的系數 AC用常數向來代替 所以我寫成10 B 乘 就是X值 那我的Y呢 一樣用DELTA來寫 DELTA是AC B 乘 DELTA Y就是把Y的系數 用常數向來寫 A C B 乘 那就是10 B 乘 再來U 再來U 接下來 U的外樣 A C B 乘 就是我DELTA的值 那U的DELTA X 應該是DELTA U DELTA U的話 就把U的系數 用常數來代替 所以是01 B 乘 再來V的值 一樣 A C B 乘 分子的話就是DELTA V DELTA V的話就是把V的系數 用常數來代替 就是A C 01 好 到現在寫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分母實際上就是 指A這個矩正或拔取 含列式 好 那這一層的結果 這個只是要出 這一層的結果 取含列式的值 分子只剩下 負的C U的值呢 一樣 底下是含列式的值 A 分母的話是0-B 就是負B 那這兩個列式值的話 分母是含列式值A A的矩正是含列式 然後分母分子的話 A乘1就是A 所以這時候你會發現 SYUV就是我的A的反方正 那這時候 X也好 Y也好 U也好 V也好 是不是都有這個分母 A這個矩正的行列式值 所以我把它取出去 所以你會發現 A的反方正它就可以寫成 ET 取出來 然後我的矩正怎麼寫 X的部分剩下誰 豬 Y的部分剩下誰 負C U的部分剩下負B 還有一個V的部分剩下誰 剩下A 所以這時候你是不是可以把那個矩正找出來 是不是可以把反方正找出來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我們是透過所謂的 行列式 也就是看反方式的算法 把它證明出來的 這是二階反方正的斜法 那以後你再找反方正不用這麼麻煩 你把最後這個反方正的東西記下來就好 那先覺得一個條件 因為我的行列式值是放在分母的地方 所以那可不可以為你 不行 所以如果我的行列式值等於0的話 請問你反方正什麼存在 會不會存在 所以一個方正它是不是有反方正的一個先例條件就是 它的方正我把它取行列式值之後呢 可不可以等於0 不行 行列式值如果不等於0的話 它才有所謂的反方正存在 所以這個地方公式你可以順便背一下 是二階它有公式可以記的 好 你把它仔細看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DT